大家好,我是娟子 秋冬季节正是吃白菜的时候 今天我就用大白菜分享一道美食 做法简单,营养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颗白菜 将叶子摆下来 清洗干净之后 先将白菜帮竖着切几刀 然后再切成丁 太大了稍微剁几刀 装入一个大盆中 下面准备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片 最后切成小碎丁 我又泡了点粉条 擀刀切成小段 都装入白菜盆中 再换入一把葱花 接着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调味就加入盐 胡椒粉 鸡精 先给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继续搅拌一下 这个过程不需要放太多的面粉 能让蔬菜粘连在一块 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即可 最后看一下 是这种粘粘的状态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之后 刷一层油 改成小火 倒入菜糊 这样才能有充分的时间 把菜糊摊平整 用铲子均匀的抹开 铺满整个锅底 改成中火 先烙上两分钟 表面凝固以后 淋入一个鸡蛋液 用刷子均匀的刷开 我又切了一根火腿肠 均匀的摆到蔬菜饼上 撒一把熟的黑芝麻 好看好吃 有营养 盖上盖子 继续烙上三分钟 我是用上下盘一起加热的 中间就不用翻面了 像这样两面金黄 蔬菜饼就熟了 哇 闻起来可香了 用铲子拖起底部 给它盛出来 再切成小块 好方便食用 这样做好的蔬菜饼 很适合当做早餐 手不沾面就可以做 简单省事 里面有蔬菜和鸡蛋 营养美味又好吃 喜欢吃白菜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咱们下期见